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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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睇朝眼科技 有调查发现 近来香港亦多月光速 即是每个月 会使用收入 甚至出现日不复资的情况 我们请来Linux Pilot 高级顾问 McKinland Kennev 和我们介绍一个记帐的用程式 让大家好好监察自己的手指情况 Kenneth 你好 我们平时iOS、Android 行动的电话 又或者一些记帐的app都不难 开个store、search 都会有一个適合自己用 你今天介绍这个记帐的app有什么吸引的地方 这个记帐的app本身功能比较齐全 所有支出、收入、借钱 你借钱给别人、别人借钱给你 其实各样方面都可以包括这些功能 另一方面它是一个跨平台的软件 基本上它在Android、iPhone、甚至Windows Phone 都有可以下软的 这个跟其他app很不同 不如我们一起示范一下它是怎样用的 其实它很简单 你会看到它的app 一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主画面 主画面的时候你会看到 它其实已经做了很多语言 你会看到不同OS 它知道你的电话是不同语言的时候 出不同的介面给你 但是通常十个有九个 现在会看到简体字的 它detect 了以为你是简体中文 但是不要紧要是可以教的 首先教一下这件事 在设置那里 其实是可以教的 你选择语言 你会变成繁体中文 它就变成繁体中文 第二件事就是 你会看到它有一些不同的数字 主要是两件事 收入和支出 收入会用蓝色的 蓝色就是收入 红色就是支出 其实很简单 这样已经看到了 它会看到 然后自己进入 自己进入究竟有什么支出 比如说你加 按下来加一些新的东西 多少钱 这样就进入金额 可能一千 一万二千元才算 OK OK之后你就选类别了 选类别之外 你会看到三个Tag 一个叫做 债务借款 债务就是 理务人借钱 支出 你支出是什么 比如饮食 付账 交通等等各样东西 另外收入就是你回来的钱 比如说你有利息 有奖金 有人工 别人给钱你等等各样东西 你可以自己新增一个收入分类 然后你增加了 比如说我增加了收入 叫做人工 我不知道多少钱 加了钱之后 然后 就给什么呢 给现金 或者给银行账户 银行账户和你的钱 是可以自己互相付钱的 就是可以账户 给钱银行 银行可以付钱 特别留意的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借钱 比如你增加收资的项目 4000元 就算了 其实如果你把类别 选择做借款的话 你是借人钱的 其实它是当你收入的 因为借回来 你也可以说是收入的 其实 所以纯粹概念上 你很清楚 究竟 你在界面上 你看到的钱 是不是你的钱 是你收入来的 所以 还是你借人钱 借人钱呢 另外一件事 也挺有趣的 就是 它会去看回你 譬如说你之前的纪录 譬如上个月 现在我们没有入 但是它有一个trend 走出来 你自己本身的收入 或者支出的走向是怎样的 例如 除了借人的钱之外 你可以借钱给人的 借钱给人 它是当做一个支出的 当然支出是收回的 另外 你有一些支出 你可以去定义 它本身的时间性的 譬如说 我加了一个新的支出 加了一个支出是500元的 这样才算 然后你会见到它类别 譬如我是电话费 你就可以加回它本身的时间 有一个备注的 不是这里 它新的单 这样就会有一个选择给你 然后选择费用 然后选择费用 然后有没有重复 这个有没有重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隔多久去重复 即是你电话费用 一个月重复一次 譬如说 它有些东西有些难明 譬如今天 每一个日期的意思 其实你如果选择4的话 你就会明白 4或者5 其他数字 意思是说 你每4天 付一次电话费用 是这样的 所以它的中文其实不是很好 因为其实这个APP是越南不老做的 另一件事 比较好的 就是它会有一个活动的存款 活动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可能是一大笔钱 譬如我去旅行 例如我去旅行的时候 我可能订票 订酒店 你不是一笔费用 你可能是很多笔费用加在一起 譬如你要看到 你就看到每一个活动 其实牵涉了多少成本 追一个女生 今个月请了她吃饭 今个月去了看电影 三场演唱会 买一支香水 他叫我买iPhone 好吗 你自己计算一下 其实是这样的 给你看回自己的支出 你刚刚提到 这个APP 可以在Windows Phone上用 其实其他 好像iPhone 或者Android 可不可以用呢 可以 Android iPhone 其实是主流的 现在是Windows Phone 它都会有 所以其实 都可以见识有人用 今天谢谢Kendip 跟我们的介绍 今集《潮眼科技》看到这里